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句子实际上是在讲这个赵国的历史 从赵孝成王向前推三世的话 就到了赵武凌王 金三世以前到了赵武凌王 那么赵武凌王是一个转折点 在赵国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 我们仔细看一下赵武凌王称王 而他之前的赵国的君主只能称侯 在赵武凌王之前只有周王使才能够称王 周王使向下翻风 那么就只能称侯 但是到了战国中期以后 各诸侯国的势力越来越强大 而周王使的地位已经衰落得不成样子 成为附庸 成为附庸 成为一个摆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比较强大的诸侯国就开始纷纷地称王 开始纷纷称王 至于赵之为赵 就是从赵武凌王再往前推的话 一直到赵列侯在公元前408年建立赵国 那个时候 从这个句子的结构来说 金三世以前 至于赵之为赵 这是一个时间 表述后面的时间的这样一个结构成分 那么主句是赵主之子孙侯者 其既有在者户 这是主句 前面是一个时间背景 在马王队博书里面 这个赵主之子孙侯者 没有孙 是赵主之子侯者 这个问题大家先考虑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背景再强调一下 刚才我们已经说到 到战国时期 因为赵王是名存是王 所以各诸侯国开始越位 自己称王 那么诸侯称王 就可以封自己的庶子为侯 所以这个时候 侯的地位 这个名称的含义 实际上是下降了 因为在此之前 只有比方春秋时期 只有诸侯可以称侯 实际秦世家里面 说这个商鞅 在秦国实行变法 变法成功以后 这个秦 封秧为列侯 昊曰 商鞅 我们回过头来 看这个世系的话 到赵慧文王 到赵孝成王 那么在这个时期 这个时段 触龙说这番话 那一定是 从武灵王开始算 一定是赵主之子侯者 不包括孙 所以马王对博书本 应该是正确的 好 太后说 没有 已经没有这个 继续存在的了 出龙又接着问 不仅仅是赵国 不只是赵国 其他诸侯国的 儿子封侯的 他们的继承人 有在的吗 赵太后就说 我没听说 我没有听说 李吉坦公下里面说 虽微近而矣 郑权柱就说 微 由 非 也 微和非 从读音上 大家也可以感觉出来 它俩应该是 有同源关系的 实际上 是一个词的 两种不同写法而已 那么 有同学说 我们在中学的时候 比如说 《月阳龙记》里面 就学到这个微 微 四人 无谁一归 这个微 老师说是 假如 不是 很多著本 包括古汉语字典里面 都说这个微是 假如 不是的意思 因为在论语里面 为管重 无其批发 所任意 那么 也是在 这个微 用在一个 假设 条件小句里面 那么 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微 理解成 假如 不是呢 这个假如的含义 不是由微来 表达的 比方说 这个句子里面 这个微 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成 这个假如 会只是赵国 只是我们看到的 用微的那两个例子 正好是 用在条件 假设条件小句里面 而已 下面又是一个省略形式 就是诸侯之子侯者 其既有在者乎 那么中间 共同的形式 说话人都省掉了 好 这个 我们现在 反过头来看一下 嗯 复龙是怎么引导 这个 谈话的过程 怎么来 掌控这个 画人的 转换 怎么来掌控 这个画人的转换 所以下面用一个词 这个词我们知道 是一个只是代词 但是在这个句子里面 实际上 嗯 它已经 这个 同时具备 语片功能了 其近者或极深 原者 及其子孙也 这就是 这种情况 但是 我们 仔细体会一下 发现 这样去理解 这个句子的时候 的时候 嗯 很别扭 因为 这个 主语和谓语之间的 这个判断关系 似乎是 嗯 不是那么恰切 嗯 再仔细体会一下 词 是总括上述的情况 由上述情况 来推导 来看的话 应该能够得出下面的 其近者或极深 原者及其子孙 这个结论来 因此这个词 可以翻译成是 这样看来 如此看来的意思 这样看起来的话 难道 嗯 人主的子孙 就一定不好呢 为什么他们得封侯 往往不能够 保住自己的地位 是不是他们 本身的素质 本身的能力 都有问题呢 而这 这是一个 那 很有力量的 这样的一个 疑问 其人主之子 好 则必不善在 国书本的这个 嗯 这个句子跟史基赵世家 基本上是一样的 其人主之子侯 则不善在 也就是说 善与不善 不是对 人主之子的 一个评判 而是 对人主之子 封侯 这件事情的 一个评判 好 上文总结说 人主之子 封侯 总会遭到灾祸 这个地方 就要用反文句 提出问题 难道说 君主的儿子封侯 就一定不好吗 下面 吐龙就紧接着 解释 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 为尊而无功 奉厚而无劳 这个人主之子 往往地位很尊贵 但是 他没有机会 为这个国家 建功立业 因此是无功 他们的俸禄 很优厚 但是 他们却 没有机会 为国家 做什么事情 这是 无劳 虽然如此 但是他们 邪重器 国之重器 却很多 这三个小句 一共用了三个儿字 三个儿的地位 不是 平裂的 最后一个儿 做连接的是 为尊而无功 奉厚而无劳 这样一个事实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尊 尊本来是一种酒器 这种酒器 是成酒用来 敬献给神灵的 所以这个肚子很大 这个大家到博物馆一看 这个尊的形质 有圆的 有方的 都是很有气势 凤字 凤入的凤 按照我们的理解 应该是写成这个凤 从这个造字结构上来讲 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 讲到过 凤和成 他们的造字结构 我们知道它是 表示用两手 恭恭敬敬地捧着 这个意思 人们给它造了一个新字 就是这个捧字 由这个本意 引申为近线的意思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用手捧着 叫做凤 近线叫做凤 供养供给叫做凤 凤露叫做凤 这四个意象 都是从这个本意 用双手恭恭敬敬地捧着 引申出来的 比方说本意 加了一个提手 写成捧 近线意的凤 和供养这个供给意的凤 没有 还是用这个原字表示 而转成名词之后 转成名词 这个凤露实际上 跟第二个意象 第三个意象的关系 也可以理解为是 所以供养 或者是所以所供给 这个意象 人们也给它造了一个新字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在刚才这个 三 凤凤和凤 这三个字形当中 有心造字和本字 凤和凤 这两个汉字都是 后来产生的 因此 这个凤是古字 而凤和凤是金字 这实际上 是从时间上来看待 这三个字形之间的关系 这三个汉字之间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造出这个棚和凤 这个凤呢 如果推究其原的话 应该是凤此意隐身以后 这一个字形 所记录的意义太多了 因此呢 人们感觉到 在使用的时候 容易出现混淆的情况 所以就造了棚和凤 来帮助原本的这个凤子 分担一部分意义 也可以说是为了 分别凤的这个不同的意象 其实我们知道凤本身 里面这个手已经不少了 但是造捧的时候 人们还是毅然决然地 再给它加上一只手 这样从这个三个汉字之间的关系来讲 这实际上从功能的角度来看 凤是本字 而捧和凤是分别字 它的功能是分别不同的意象 分别不同的意义 叫区别字 叫分别字 含义是一样的 实际上 人们在需要造一个新的字形的时候 他们会感觉到 他们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看 就是说这个凤有不同的意象 比方说有双手捧着的意象 有近线的意象 有供养供给的意象 有俸禄的意象 他们不是这样看 在人们日常交流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这是已经是四个不同的词了 这就是通过词意引申而造出了新的词 那么那就是需要用新的字形来记录新词 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凤捧凤这三个汉词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它各自记录的那个词具有同源关系 从刚才我们开始的展示的情况来说 就是凤的词意引申的过程来说 他们的的确确是从一个本意 逐渐的引申发展出来的 所以我们说这三个汉字记录的词是同源的 由一个词分化而来 虽然这个凤录的凤和这个凤献的凤 读音形式上并没有改变 但是这个词意差别已经相当大了 甚至这个它的本意的捧的这个意思 在读音上也发生了音变构词 我们反过头来我们就能够理解王力先生 为什么把这个同源词界定为是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在语音上相同或者相近 在意义上比较密切 这个比较密切就不是不限于同意 而是在意义上有联系 我们可以找出他们在语音上的发展线索 隐身线索这样的词 就是说有语音和意义这两个方面 确定这个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是同源词 大家注意这两个方面语音和意义是缺一不可的 所以王力先生批评这个清代到民国期间 有些学者在研究词族的时候 词族就是一个同源词 实际上有点像人类的一个家族的这种关系 在研究词族的时候 那就是归到同一个词族 这样就把这个同源词的概念搞得非常混乱 好 从这个奉厚而无劳 我们讨论了前面我们曾经多次使用的三个概念 古今字 区别字和红元字 好 这个奉厚而无功 许慎的解释是以劳定国也 以劳定国叫做功 所以这里这个功跟劳实际上是同一词 如今您老太太尊长安君之位 这个尊长安君之位很明显 不是形容词尊贵的意思 也不是尊重 易懂易的尊重 而是通过各种措施 抬高长安君的地位 因此它是一个致使义的动词 就是使长安君的地位变得很尊贵 将要许说全是一个致使用的 请不吝点赞 注切 请不吝点赞 注切